三黑无语之刚之,我是吉尊头,我是吉尊头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我想先解答大家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很多的平台上看到有朋友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推广上海话的节目 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全程的三黑 什么时候那个三黑无养金棒的港湖来的 我也想听你怎么回答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既然你点到了我们是在推广上海话 所以我觉得推广是要往外推 所以其实我很羡慕粤语 因为它是一个真正我觉得最有影响力的方言 甚至野狼迪斯科东北人在那里唱粤语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推出去 我们要让更多的 他可能不是生活在上海的人 也喜爱我们的文化,喜爱我们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以普通话为主 对,要把很多的知识点不仅是让上海人知道 也要让喜欢这座城市的外地的朋友也能了解到 对,而且我是了解到我们的很多粉丝 其实他是外地的朋友 然后我其实我也想问你 因为你之前是滑稷系演员 后来做过护鱼老师 然后现在又是护聚演员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受众,你们的观众 包括你之前的学生 有没有一些外地人 基本上到这当中的课 我其实跟我不见了 百分之九十三百分之一 或者说是上海人 我现在刚刚新党的年纪 登德的城市已经有点灯光了 但是我的高党的灯光 那些来跟我学上海话的学生 百分之九十都是外地人 根本来的高 根根本也上海话灯光 我就会碰到你一样的问题 我当然会用普通话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上海话怎么说 根本来的造纪,我要念以来说 这个学生是什么意思 我必须用普通话给以来 习口筒 但是到二的 三个平方上三个 一个二的两个二的了 我的妹妹就要 妹妹就要那以来 打到三黑文语一块钱 根本来以来说是什么 所以造纪的 普通话是必不可少 因此我觉得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 我们在推广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 全国的观众是友好的 好,那回到正题吧 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 上海话的片段 是一个现在的 上海的脱口秀演员 叫做Storm 对,也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 因为他之前也做了很多的 上海话的专场 从去年一开始 我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值得支持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自己本人 我觉得他 大家说到在上海的 脱口秀演员的话 他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 我在上海 我平常也在 你好,我是上海洋口区的 我一定要这份工作 我不能说上海话 老板,老板是什么地方人都可以 也就是发挥一下提醒 你们知道的 我刚上海的 两种中国的舞女 在上海我保护 只有同国的女性 我就要做 我就要听 这些保护 大家对吧 我生活当中 有个 我都老好想 我永远不认你啊 生活当中 有这些我都老好想 就为他去 在瓜里面讲 去 开华里面讲 噢,那刚才是养精棒 我现在一定要做 刚才有阿拉刚的 我学着养精棒 每个人都讲上海 我得养精棒 能听 宋刚也有 能听过的吗 多少个 哈哈哈 你也有 宋明也有 能听过的吗 多少个 多少个 能想听 这些我都讲上海话 我都讲上海话 刚才是 跟上海话 但是 可是女仪的保护 许臣就是痛度 每个女性 完对完对完对 刚好起来 是个是个是个风格 就是英诺里面讲 英诺里面讲 中国也有 哎呀 英诺里面讲 太极 英语 才是中国也有属性 可是我以为他英语刚刚 你思考的这个 我唯一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 我就讲不了上海话 对吧 融会贵通 对吧 哈哈哈 上海话 比较我好想语 我好想语 就全能普通 我啦 是吧 我手那个比较 去了光鲜亮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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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点哦 第一个点就是 他说上海话 不能说成语 一说成语就要变成普通话 当然 但这明显的 他是在表演当中 也是调侃 对调侃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观念 可能在大部分 不要讲哪地方以来 上海你可能上海话 说不了成语 读不了诗 但其实我们之前 有看过我们这期节目 有讲过 上海话有一个功能 叫本读 因为呢 那么特别普通 我自己上海你 学习用上海话的焦虑 所以我随时 肯定我要跟大家肯定 上海话 当然可以讲语 我先来一下 融会贯通 勇为贯通 对吧 是对吧 不要光鲜亮丽 光鲜亮丽 举一个例子吧 比方说一马当鲜 马这个字来的生物当中 最后一片母 母 得正当他多生日 你可能就有本 一马当鲜 当然他这个观念 我觉得不算错 很多人已经不太会这样了 对吧 说到成语就会换成普通 这是我们从小说的教育的问题 但我觉得他还是其实是一个调侃 不是一个很认真的这样子 我告诉你 是这样的 刚才可以 那我觉得光说不练假把诗 你也来一段 等着刚刚我上海 我给大家浪诵一些 能不能说特长话诵 长恨哥 长恨哥我北方不累了 我的知识水平也就允许我背读唐诗了 你们看 当骨切流 当网之乎 把这一色形 网无撒黑流 有种七里模 更上叶生流 是不是可以听诗古色古香的文章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上海话读唐诗的话 比普通话更要靠近历史的那个感觉 我在做了很多的关于上海的文化以后 发现大家的一个比较对立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的观点是说 上海话是发展的 现在大家说的都是杨津邦 都是不标准的 像英文 他就是融会贯通 一直在变化 所以他的一派 我姑且叫他一个发展派 就是他会觉得 以前的东西就让他觉得是发展的 不用那么拘泥于以前的这种发音文法 然后我想说还有一派就是比较保守的 保守派 我们叫他保守派 他就说一定要像以前的这种发音 以前的这种表达的方式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你对这个观点是怎样 我之前在我的作品里有提到过一个我对语言的一个看法 首先我说方言这个东西 它没有绝对标准的 语言一定是相对标准的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人定的 这个叫派的 我们凭什么叫他派的呢 这个桌子是黄色的 为什么它是黄色 都是人规定的 所以女一刚多底 他肯定是在演变的 那么演变的过程中 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来判定他的这个发展呢 就是我觉得是只要大部分是这么说了 我们应该就要认同他 不能说他是错的 那么像比方说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已经忘记上海话原来这个音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怎么说的 我拿出来说一说 让大家不要忘记 举一个例子 我这个字我相信上海人从心底里的手到一字刚五啊 但是因为这个是懒音现象嘛 现在人交流越来越快 他发音没有那么标准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做的工作是希望大家 可能生活当中大家要干五 因为我肯定能做起来 可是你生死了 对吧 但是呢我必须要才能讲解一下 上海我标准格格的短音是 母 你生母 自己哪能搞 最终的选择权在你 而且如果有一天 我生必须已经在干五了 那么我又是在干五 我觉得错了 我肯定把我的机构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约会的约 自己我的公司理想 我刚 业尾是正确的 但所有的人都可以说 你跟他约尾 你刚出他了 然后我就 这个是我现在做视频经常会遇到的 就是当你 当真理掌握在少数手中 那你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理呢 我再来教大家一个判定 我认为它判定的标准 因为母子老子的我自己 也在这五节也 我们在唱的时候有一句话 叫好听就是真理 我用当下的不标准的读法 来读一句 一首在别康朝的一句话 还是在别康朝 轻轻啊 我走了 真虏我轻轻了 好吧 就这一句 你看现在如果读 你现在刚虎虎虎嘛 对吧 然后说到哪虎虎 根本标准 这个字都死了 好我现在用标准的再来一遍 轻轻啊 母子了 真死母轻轻了 你们好听 我觉得交给观众 后者好听吗 我个人是觉得后者 我之所以强调标准的读音和上海话 是因为我认为那些标准的读音 他们是好听的 因为这些发音啊 是有很多是古语音 比方说如果就死功 上海人把外环叫做哪鬼 这种鬼语音其实是古语音 我一直鼓励的是年轻人多说上海话 我在做的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标准的上海话读音 她是一种独特的魅力 我们也不强制大家一定要读音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跟陈亮老师 我跟潘前卫老师有有比较深入的聊过 嗯嗯 针对这件事情啊 那因为其实他们可以说是现在上海现存 可能上海话讲的最好的那一批人了 但是其实他们的想法也是很开放的 对 他们也是觉得啊 现在很多这种念法也是没有太强制 要大家怎样 我在说 开放 就很多词其实已经被演变了 而且妥协了 举个例子冒名难录 而且叫莫名女录了嘛 我也叫莫名女录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 它的以前的读法叫莫名女录 标准读音是莫 我觉得标准的上海话读音啊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历史 嗯 就是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的语言的历史 也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城市 嗯 有何不可能 但是对 怎么说取决于你自己 呃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观点 嗯 大家是比较发展派的 还是比较保守派的 或者你有你的观点 我觉得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们来交流 我觉得我是属于发展中的保守派 就是说我认同语言的发展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 对对对我觉得我跟你是一样 我觉得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它正确的念法是怎样 但是语言它本来确实是在发展的 而且如果说那老一派的上海话 如果跟二三十年代 宋庆龄他们说的上海话又是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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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脸 莫 err 碗 孤 task 我